四萬八百 四萬八百 謝謝 謝謝 這次和朋友相約過 屯仔一間超大型的賭場 我平時一般都習慣 或者說喜歡在澳門半島這邊賭場娛樂 這次是去不太熟悉的大賭場娛樂 故事先前想過一下 既然不太熟悉的新環境 於是就決定穩陣些行事 採取保守的112駐馬法來開局 打個陣地戰 然後如果順利的話 就運用224 然後336 漸進升級去打 結果就順利 最終盈利大約是170% 贏至本利合共四萬零八百元利場 下面就簡單介紹一下升級駐馬法 這個打法 其實由最基礎的112駐馬法 頭駐法就可以衍生出112這個打法 112駐馬法又算是保守型打法 是適合本金不太多 時間充足 心態好 有耐性 不急不慢 喜歡慢慢來玩的 賭客的一種 穩紮穩打型駐馬法 112駐馬法在形勢不離的情況下 輸的節奏是相對會夠慢 同樣在贏的時候 進度也不會比其他駐馬法快 不過112是可以作為陣地戰來打 作為先頭部隊 等他累積到一定戰果之後 利用所贏得的籌碼 就加入到作戰部隊 以擇機實施漸進升級頭駐 有機會就漸進升級 比如升級到224駐馬法去頭駐 當他再順利獲得贏得戰況之後 就可以將攻擊力加強 可以升級為336駐馬法去頭駐 漸進式加強攻擊力度 其實也不失懷一種穩妥的做法 如果運作順利的話 贏錢的速度也會迅速擴大 112駐馬法在操作中 第一駐頭駐是一個機馬 無論輸贏 第二駐頭駐的也是一個機馬 如果第二駐贏的話 第三駐就落著兩個機馬 如果第二駐輸贏的話 在第三駐下注 就是維持一個機馬 224和33下注馬法 在操作上也是同樣的道理 反正你要記得 凡是前面那駐下注 如果輸贏的話 下一駐下注的絕對是不加馬 而是維持基本馬 任何注馬法都不會是百分之百獲勝 但是可以起到增加贏面的作用 在實際運用過程中 還要看你的天時地利人和 比如你的心態好不好 你的手風順不順 以及你是不是遵守了操作守則等等 關鍵 425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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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